特區政府於2022年宣布要在十八區成立地區服務及關外隊 福建社團聯會港島西分會就率先成功承辦地區關外隊 2022年4月30日華富北關外隊細絲啟動 今日我們一起去看看華富北關外隊一個社區服務活動如何服務區內的街坊 位於香港島南區的華富村和華桂村 這一天華桂村內的社區會堂剛過了九點就開始忙碌了 華富北關外隊的隊員和義工開始今天 劇曲推廣日的準備工作 他們入場招呼他們 讓他們不要亂了 我在這裡進來 踢踢他們數人數 今天張智勇師傅在一起 一群兄弟幾位在這裡拍檔 我們今天很高興在南區唱樂曲給長者聽 大大給觀眾一些娛樂 華富村是香港島具有代表性的市浸營的公共屋村 加上隔離大型公屋華桂村 區內有近四萬人口 區內居民的長者比例相對其他地方更加之高 我兒子五年級進來讀書 直到現在已經做了會計師 華富村非常好住 我女兒叫我去英國劍橋那邊我都不去 我不捨得離開華富村 市民對於社區關懷需求各有不同 政府為照顧不同的需要 在民政事務總署關懷隊隔擾當中 對於區內關懷隊的職責有具體的要求 大致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社區關懷 第二是協助突發和緊急事故 第三為額外的服務 我們政府關懷隊最主要有三個範疇 服務給我們的街坊和居民 首先第一就是關心關懷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形式 包括上門的家房 甚至是辦一些活動 去表達我們的關心關懷 給我們在區內有需要的家庭 甚至是長者 民政署對我們關懷隊的要求方面 其中一項是處理突發的事情 去協助居民 例如我們最近台風集說 我們包括看看有沒有些地方需要維修 又或者有些危險性的要即時處理 去到最後就是我們其他的關懷服務 這個我們都是因時制宜 去了解當一區的必要性或者它的特性去搞 華富北社區內年齡中位數為47.6歲 屬於長者偏多的傳統社區 如何發揮南區關懷隊 用心為社區的精神 為區內的居民 及有需要的人士 提供適切的關懷服務 及舉辦受歡迎的各項活動 對於華富北關懷隊來說 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任務 今次搞的活動就聚合一班好友 就推廣樂曲 在華季來說 地區就比較人口老化 很多長者 他們都是喜歡聽樂曲的 所以今次就籌備了這個活動 除了讓他們有一個 茶餘飯後的一個消遣活動之外 亦都希望將我們中國文化 我們樂曲的文化傳承 可以帶到我們區當中 《圍目打開》大戲上演 戲曲推廣日 為居民準備了八段傳統的粵曲 都是大家耳熟能長的經典曲目 演員有民間專業樂曲團隊傾力打造 更容鼎盛 令到村內的戲迷過足戲癮 開心 開心的 全部都是朋友 每次演出我們都來訪場 都開心的 又唱歌給我們聽 我們很開心 很開心 華富北關懷隊員都服務街坊多年 有豐富的經驗 由活動的籌備到舉辦當日 都精心佈置安排 雖然話戲曲演出的時間較長 大家都相當之開心和投入 每一次的關愛隊活動 華富北的核心成員都會不斷地 去總結反思活動的執行效果 務求不斷改進完善關懷隊的服務質素 得到街坊的滿意和認同 以前的文化歷史 亦都可以得到一個全城的效果 或者中國的文化都有幫助 因為他們的想法 其實他們只是聽 他們不知道什麼來源 今天看了也很好 希望今次華富北關 或者除了讓我們居民 有一個欣賞的時間之外 亦都可以了解更多 我們中國文化 或者戲島文化的起源 長期以來 辭職簡權民生優吶 是特區政府的重要目標 成立關懷隊就是以民為本 為市民做實質 福建社團聯會等社會團體 在過往當中積累了相當多的服務經驗 都會是非常好的參考樣板 加以推廣令關懷隊在全港各區 順利開展行動 最終可以更好服務香港社會 下一集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一起 地區服務及關愛再行動 封 wing 想要注意 進去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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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